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甄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甄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本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沙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下 人无知变无敌 这些有些赌内的,尤其是老三这些陆媒 整天都是吹捧印度神军童 这次他说的众村作赴会 他们就说印度神童最新预言曝光 难得是口出好事 即是说他说好事 印度神童的原话就是 明白地表示今年2023年农历新年开始 他说的农历,好笑 就到明年2024年农历新年期间 世界十二个月内 受到太阳和月亮接近 火星、水星、土星、木星接近的磁场影响 我们会见到好事发生 经济和黄金价格会好转 但持续要注意地缘政治 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 其实他也说废话 现在中国的地缘政治 当然和美国有冲突 俄罗斯更加不用说了 更加说 这是全球十件要注意的事 他没有说什么好事 结果台卫穿着附回 原来好事 命理界相当惊讶 就是亚格纳集团的兵变 你会不会脉后炮了一点点 还有印度神童说好事 是你们台卫说是 亚格纳集团兵变好事 你们觉得好事 有些人觉得坏事 好事坏事是怎样定义 印度神童原来预言的好事会发生 谁知命理界没有想到 他们已经当了印度神童说的 全部是对的 之后就是穿着附回一件事 他们觉得好就是好事 谁知命理界没有想到 亚格纳集团兵变 原来印度神童口中的好事 就是亚格纳集团兵变 你们安上去 印度神童自己无口中说这句话 你永远说这件事是一定有对的 一定是对的 你说未来几个月之内 会有好事发生 或者未来几个月之内 会有大会有坏事发生 一定是对的 他说中俄 他说中俄都有地缘政治的废话 俄罗斯打着中国 和西方关系 不是地缘政治的影响 另外他们迁作附回到 明理界没有想到 普京 就是普京 慢慢也没有想到 自己会遭到 信任的亚格纳集团 的倒戈 首脑普利哥津 6月24日 就是揮军北上去 进攻俄罗斯 没有一兵一却 他说又行 你别冤枉他 不过 白俄罗斯总统 就是大灰虹 无卡申科滑船之后 普利哥津 就是停止进攻 撤回营地 现在是走去白俄罗斯 我想问下你说的好事 你说普利哥津兵变 但是最后的实质后果 貌似就未见到 当然你可以说是动摇军心 这些都不是实质效果 兵变这间消息一出来 刚同习近平会见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说 这场兵变对普京来说是空前的挑战 领导的权威已经是出现了崩溃迹象了 风波可能要几周或者几个月才会尘埃落定 现在是布神和布林肯 扎尼斯基更加说已经和美国总统 拜登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还有波兰领导人杜达通话 强调普京的弱点已经表露无谓 你还不上班? 我正在准备 我正在准备 也提到7月北约峰会要高度重视 原来他们说这次破天方 印度神童第一次说好话 原来就是普利哥津的兵变 原来也等于没有说过 印度神童在6月12日有预言片 罕见公布全世界会喜欢听到的好消息 他说将在华人都了解的农历生年中 2023年春节到2024年春节期间 看到世界经济有所好转 好像现在都一样 你说期间可能明年好些吧 还有约半年的时间 因为这个期间太阳和月亮接近 火星水星相遇 木星亦是和其他 和木星罗喉相遇 还有土星和代表仁慈的 木星磁场能量有影响 世界会有好事发生 主要呈现在经济方面 但是中国要特别注意 因为他说中国惨了 其实就是这件事 中国要特别注意 这个强震和自身经济 中美贸易大战会因为经济的现实而缓解 现在也是 如果不是 为什么买布林肯去 但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地缘政治 是会继续在绷紧状态 需要时间去解决 就是在考验国家领导人带智慧 虽然有好事发生 但是印度神童说有十件事要注意 印度神童在最新的预言就是警告 虽然世界经济很转 但是十件事要小心 AI人工智能将会进入人类的生活 并且令到我们有些不好的影响 在资本主义的现世 世界是处于非常时期 刚才你说好 现在有个非常时期 俄罗斯和乌克兰 还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冲突会更加强烈 甚至进入军事的备战状态 华盛顿特区和纽约受到火星的影响 就意味着 彼国将会在这次交锋当中处于领导地位 将在不同国家的政治上插旗 并且令他一直插旗很久 形成不同国家的重大压力 这是否废话 他没有给其他国家压力 十件事要注意 他说今年2023年中国不会发生暴力事件 但是中国境外和中国有关的事件可能发生 其实他就知道 这个我知道为什么 他是指中印边境的 我想 这是我想的 因为他说到有说到没有 中国境内就不会发生事 但是中国境外可能和中国有关的暴力事件有 他说可能而已 第二就是受火星磁场影响 美国在2023到2024年 在各国家的地缘政治当中 是居于领导方 其实他这句话 如果你说各个国家 如果西方和日韩 其实他一直都是领导方 然后到第三点 就是2024年4月以前 明年4月以前 经济方面来自境外的投资有所增长 第四就是美国干涉其他国家非常明显 这个都是废话 包括非洲地区 这个是 美国在武力方面的情况会成为主重 第五 日本会增加军队修改宪法推出新的法条 增加军队 这个都是废话 他之前说过 增加军队 增加军队 之前说过 退 修宪的话 有机会成 但是我觉得明年不是时机 当然很难说 这件事 我姑且相信他是合理推断 其实他说话 很多都是合理推断 根据现世的东西 第六就是 以发展国家 将经济逐渐放缓 这个是废话 开发国家 即是发展中国家 经济增长会快些 但是 会用其他的领域付出代价 这样才增长 这是废话 这是废话 发展中国家 一向都有付出 包括环境 劳工权益 这些不是废话 这是废话 说 在中文国家当中 医学领域 有好有坏 因为 有好有坏 不是有好有坏 不是这个也正常吗 是有坏 医学界 也偶文 丑文 这个也废话 医疗技术 会有新的突破 每年都有 第八 中国和周边地区 最主要是突破 你说不到是什么突破 第八 就是中国和周边地区经常有强震 而且在某个地方将会有一次主要强震 是不是指台湾 当然 这个他没有说某个地方 你说什么都可以 只要在中国的周边地区 整个印太也是 对 对 对 有一次半次 大包围 当然是中的 而且有大半年 第九 就是中国人口会减少 这个是否需要 大佬 原因观察当中 其实不用观察 因为大家 生活水平高了 和育儿成本高了 经济2023到2024年会比印度好 这个是IMF说过的 2023年就是印度好些 2024年好像中国就好些 OK 这个其实都是根据现世的东西 第十 就是非洲地区会发生危机 现在呢 这个苏丹也是 非洲地区 其实每年都有危机 只不过没有人重视 等于都是废话 最搞笑的 这个老三电视台说 好事原来就是 布里哥俊在兵变 这个是穿着腐 他没有说过是俄罗斯有兵变 你很宏观地看都是好事 没有人流血 没有人死伤 都是一件好事 但是对俄罗斯局势的影响 有什么影响 什么大转接 有人这么说 暂时真的看不到有 是的 另外 原来这个人很糟糕 什么 印度神童同伴 记得有一个叫李正维 上次我们做过一节节目 照片很漂亮 但是真人 就批得好这个人 他说今年最糟糕就是火星 这些真的蛇蛇人 印度神童同伴 警告大难倒计市 这么说 两个月内会出市 这么说 原来呢 之后呢 他又是用现世的东西 说回他之前说的东西 这个6月16日太阳进入双子 同时和火星都是 这个叫罗后产生 上位 国际间发生很多 你的遗憾大事 包括 什么 什么 太坦豪 你现在说的当然是 还有呢 就是零下烧烤店 一声没了很多人 这些是你后面说的 你有没有在这些事件之前说的 没有 他说最大遗憾事 是台湾V2事件 我相信接下来 还会陆续有些事情爆出来 这个是趋势 这个不是预测的嘛 这位叫做印度神童的同盟 因为他们也是用一种 印度方式的尖声术 所以说同盟也是疼人 他就说 他和你预测一样 7月份 可能这个MeToo事件有更多 戴卡相计落马 你说什么戴卡 很容易 如果有一个的话 就会出事 这件事实上是累积了很多年 有一些是 你以上的事件 会重新说出来 一定有些戴卡牵涉其中 对啊 对啊 反正是废话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 反正做人 就是 愿像我相信自己 对我相信自己 对啊 相信自己 记得不要相信 相信自己 对啊